聽得懂就是這一首歌了 那 講到好年 我又想到孫悟空 大家對孫悟空有什麼印象嗎 有沒有什麼人有 他厲不厲害 厲害 七十二變之外呢 還有呢 他受精幾年 五百年不是嗎 在石頭裡面 不過我真的佩服他爸爸 他怎麼在石頭那邊 孫悟空的爸爸 不是孫悟空不是從石頭崩出來的 生出來的嗎 不過說到後面我一直在想 孫悟空他爸爸怎麼密的 在石頭裡面 你有機會嗎 老外 OK 不管怎麼樣啦 OK 不過猴年喔 真的是一個什麼 很討喜的齁 很活潑的一年 那 也就是說猴年不要太正經啦 玩玩就好 玩玩就好 快樂就好就對了 看他猴子不要餵饅頭 真的啦 那個太原你們去過嗎 太原優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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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去帶我的家人 還有一下 等仙橋 我覺得這個是這樣子啦 我們講久一點 我大概花個半個小時的時間 去解釋這個 不過真的是啦 我們這個 因為 我不知道是不是愛心 或者是怎麼樣子 不過呢 動物它本身 它有它那個迷食的習慣 它吃的東西 可是我們人類 往往就是說 就會把那個什麼 那個 不是他們吃的東西 就麵包之類的 就給他們吃 因為 上次我看了我也是很奇怪 就是說 因為說實在的 動物他們的消化器官 跟我們人類不一樣 對不對 對 更何況他們生病 又沒有健保卡 先帶他們去 所以說那個什麼 有時候 我們去一個地方 雖然說這些 這些 如果以後大家去有猴子的地方 不要隨便丟東西啦 沒得破壞他們的那個什麼 那個生存的能力 好 接下來 好 是 孩子 好啦 好啦 這是我 叫媽媽幹嘛 這是一個表演 大家看一下 表演 好年嘛 稍微試一下 這母子在這邊 表演一種 你簽我我簽你 OK 好 這首歌 這首歌就 叫 詹醬 老外 老外 你來講 你來講這首歌好了 這首歌 詹醬 他是在 我們台東海岸線 那邊的阿美祖的一個 老大哥 他的創作 很厲害 他把阿美祖的傳統生活 然後就說 靠山 吃山 靠海 吃海 這樣 阿美祖的男生 會抓魚 女孩子 會搶野菜啦 什麼 就是 把我們阿美祖的一個 傳統技能 給他做成一首歌 沾醬 為什麼講到沾醬 就是說 我們的吃 我們的飲食文化 會很喜歡那個 那個 問了 一定要沾醬 有蒜頭 辣椒 給他用下去 還是怎麼樣 像我唱 個人家 我們阿美祖 吃什麼東西 一定要給他 沾醬 等他 這樣 那個 沾醬 對 也很佩服那個老大哥 他把這個 這樣也可以創作成一首歌 好的 我們今天 掌聲謝謝老外 哈哈哈哈 大概是這樣 我不知道他這個 好 好 阿美祖的男生 坐阿余 阿美祖的男生 撿那個羅 阿美祖的男生 撿那個羅 羅肉 那時候阿美祖的男生 會放現金 才疼心 OK 疼心 阿美祖的男生 阿美祖的男生 作詞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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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